忍着点啊 用力呀 娘娘 来来来 用力 坚持住 娘娘 拿过来 拿过来 皇上 皇上大喜 皇后娘娘大喜 淑妃娘娘生了 是个阿哥 是个阿哥 为嫔走了 她总算能和自己的孩子团聚了 也是可怜 一心想为自己的孩子报仇 可这仇报得不清不白 究竟是谁害了她的孩子 她都未必知道 姐姐还是怀疑 是金玉岩做的 金玉岩给没凭下毒 这事不得不让人琢磨 只是金玉岩心机深沉 就算把江太医 查到的证据告诉皇上 她也一定有话 可以反驳迭赖 金玉岩是玉岩闺女 不大万不得已 皇上是不会严惩的 可是 咱们得查一查 她究竟是不是 没凭背后的那双手 还有许多事 到底是不是她做的 就算眼下我们不能严惩她 也总会有办法的 是 永和公传来消息 梅品得了角长沙暴毙了 皇帝到底是留了她体面 没有追风 没有丧仪 也没有葬入菲林的家狱 白补一果 便将梅品带去火场哨了 去了的就不用在意了 哀家现在只盼着淑妃的孩子 能早日来到哀家身边 娘娘 忍着点啊 用力啊 娘娘 来来来 用力 坚持住 娘娘 拿过来 拿过来 皇上 皇上大喜 皇后娘娘大喜 淑妃娘娘生了 是个阿哥 是个阿哥 李渔啊 按规矩赏赐下去 盯着淑妃好好养着 朕和皇后得空 回去瞧她的 这 果然是个阿哥 皇上 您是在担心青天见所言 父子相克吗 淑妃盼这个孩子 盼了这么多年 朕实在是不知道 该当高兴 还是不高兴啊 太后您瞧瞧 十二个天庭饱满 这小嘴多红润呢 淑妃姐姐漂亮 十二个也俊俏 一看就是有福气的样子 长得适俊 淑妃啊 你这一胎 真是吃苦了 幸好母子平安 哀家 真是替你高兴 承太后极言 孩子没事就好 哀家瞧你产后身子虚 得好好补补 福家 这支千年子参 算是难得 留下给你 太后 臣妾年齐 哪里用得了这样的好东西啊 淑妃 你诞下皇子是喜事 哀家自然疼你 哀家更疼小皇孙 福家 好好地去赏赐那些接生姥姥们 是 哪位是接生的田姥姥 奴婢在 昨儿夜里淑妃娘娘生产遇上险情 多亏了田姥姥惊艳老道 才使得淑妃娘娘免下包衣 太后说了 接生姥姥与太医 各赏赢三十两 田姥姥赏百两 谢太后的年 这淑妃真是天生丽质 虽说有余脸上有斑 可生了孩子一敷粉 也看不出什么来 事情又不能浓妆敷粉 也不怕皇上瞧接了厌烦嘛 淑妃失宠是早晚的了 珠儿 田姥姥来了 奴婢给令妃娘娘请安 坐下说话吧 谢令妃娘娘 主 给您准备的冰豆香茹饮好了 用些吧 给田姥姥也喝些吧 如今天儿热了 得喝些解暑啊 香曼的东西 田姥姥 这 喝吧 别拘负 多谢令妃 事办得怎么样啊 好 回令主 若办不妥 怎敢来见令主 怎敢拿您的银子 信中找你啊 知道你缺银子 也知道 你急着求医问药 可本宫更知道 银子是小事 你缺的 是续命的本事 你在乡间还有一女 一直寄养在别家 连你死去的夫君都不知道吧 奴婢早先确实是嫁过人 生了个女儿 奴婢命苦 奴婢前头的夫君 家里都身染怪病 虽然看着生的健壮 可是都活不过三十 真是可怜 这方子是本宫脱了包太医你的 太医院的医术 你是相信的吗 谢 谢 奴婢女儿的命 就全靠令妃娘娘您 怜悯了 既然本宫和郡忠知道你的难处 一定会为你排有劫难 自然了 本宫的烦恼 也都归您解 这个您放心 奴婢这会儿的事 办得是神不知鬼不觉 是吗 是 这女人生孩子啊 就像在鬼门关里逛了一遭 很难察觉自己宫体受损了 可书妃还是有福气啊 这十二哥 到底还是平平安安地生下来了 书主有孕时啊 她的肾气就弱 这倘若生的是个公主还好 可是 她要是生的是个阿哥 那可就难养大了 真的吗 千真万确 奴婢皆生过那么多孩子 这个还是知道的 你说你的 是阿哥夜夜到汉 孙好奇因 每到黄昏时身体微微发热 这都是气血大酸之症 如今十二哥已经满月 这症状更是明显了 朕见过十二哥 长得不错 怎会如此呢 这是胎里带来的症候 淑妃娘娘有肾气衰弱之症 孕中更是虚耗 作为连令十二哥严 小小的孩子真是可怜哪 卿尖剑说 朕与十二哥父子相克 难道真是朕防着他了吗 皇上啊 天相之言不可尽兴 十二哥是有病症 但是太医们细心医治 便会好起来的 皇上可是又头疼了 师父 皇上近些日子长觉疲惫 却又难以入眠 实在是奇怪 从前不见您如此啊 皇上是政务繁忙 忧心过事 累着了 是 张宇宾 在 你务必给皇上好好调养 保龙体安康 是 微臣这就给皇上臣脉 臣妾请皇上安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听说皇上身自欠安 臣妾来看看皇上 无事 朕啊 朕要去看看淑妃和十二哥 皇上心疼十二哥 可臣妾想起青天殿所说的话 心里总是不安 不安什么 到底也是朕的孩子 朕还是得瞧瞧 若生下公主还好 可生下的是二哥 臣妾真是害怕呀 不如 不如 不如什么 太后的柔书掌公主 从前是养在贤卿王府中的吧 况且臣妾听说 太后想抚养淑妃姐姐的孩子 若孩子养在太后膝下 一味只听太后的话 岂不是印证了天相所说的 父子无缘吗 皇帝是要把十二哥 送到贤卿王府里养育 是 皇上 万万不能啊 十二哥才刚满月 身子都铲弱得很 臣妾实在是舍不得的呀 正是因为身子弱 需要万分精心照顾 朕才不舍 你日日看着担心 太后 皇帝 十二哥身子弱 哀家多费心一点就是 若是让皇娘养着 劳心费神也就罢了 要是孩子头疼脑热 淑妃担心 您也难过 若是送到淑妃那儿养着 只怕淑妃会日夜悬心 连自己的身子也养不好 还请皇娘见谅 可若是把皇寺送出去养 终究不妥 这前朝有过先例 皇寺体弱 送到外面养着 以求身体康健 贤卿王夫妇德高望重 先前也替皇娘养过横蹄妹妹 朕十分放心 可是皇上 淑妃 十二哥是你与朕的孩子 朕如何不担心 只是这青天见说 十二哥与朕父子无缘 朕担心他是因为这个 才身体弱 离得远些或许也就好些了 这样吧 朕让贤亲王 把十二哥冲为养子 为他启明纳福 等他大写 再把他抱回来 也就解了天相之说 皇帝 既然如此为十二哥打算 那 那就送出去吧 是 皇帝怎么了 您怎么了 吴氏 儿子一时站得快了 眼前发晕 歇歇就好了 淑妃 赶紧 扶皇帝回去歇息 是 臣妾告退 儿子先告退 来 太后 太后 皇上是信了天相之说 死活不肯将十二哥留下来了 没想到十二哥身子这么单薄 要是留在哀家身边养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淑妃要怨死哀家的